记者黄建豪台北报道,台北市议会昨天总质询,台北市长柯文哲被巡视套路正考量到中国深圳设办事处,柯文哲今天上午再次说明,强调设办事处是为了着伤,但只是在评估,若中央要做,就让中央去做就好。 对于左总质询时预告,明年议会会期结束后,将到深圳考察,柯文哲表示,办公室不要为了设而设,要看为了做什么,很多功能是中央在管的,所以台北市主要还是考察商务,因为深圳是台商最多的地方,一堆厂商在那里。 媒体追问办事处功能,柯文哲说明,重点不是台商人数,在于产业的数量,因为台湾在中国产业最多的地方,还是在珠江三角洲,不过这还言之过早,还要看整个台北产业跟那边的产业有什么可以合作,主要是做招商用,怎么做还在思考。 至于媒体询问是否可能因此跟中央冲突,柯文哲说,很多事情只是评估过,主要是商业考量,也没说一定要怎样,如果中央要做,就让中央去做就好。